HELLO,我到了纳瑞西亚 今次我选了Sing Bridges酒店的Suite 不如做一个Room Tour 一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圆关位 有门灯,很大的圆关位 对着厅 在左边有一个客人的洗手间 很好的,厕所板是被盖上的 完全符合疫情的需要 接下来看看这个厅 厅非常干净和整洁 一如很多五星级酒店的服务都一样 它们会有一些Butler的服务 Butler就照顾你所有的需要 有什么都可以打给它 它们也很细心的 就会在这里欢迎客人 也不会少得的就是 会给个Tatit Four 和给一些水果来欢迎你 至于马来西亚的夜景 虽然这里的窗户很大 但我日景的时候先给大家看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本身 不是说很多高楼大厦 所以不要预期夜景会像香港那样光猛 它很多地方都是平房 所以这个City View的房间 其实晚上没有什么看的 这个就是它著名的Bar 以前是用皮做的 现在都包了一些皮 质料都很漂亮的 咖啡、咖啡机、水壶、水煲、酒 我先看一下 它不是不用钱的 它应该是 是会收你钱的 但不要紧要 其实我也不会喝它的酒 也不会开零食 但我发现它已经转了个咖啡机 其实咖啡机是一个很大的竞争 想像一下 譬如Saint Regis 整间酒店全球各地 如果它简用了一个牌子的咖啡机 你想想 每间房都有的 也都会继续买个Capsule 你想想当中有多大的生意额 Saint Regis 属于Mariot Group 全球有7000间酒店 香港新开的Saint Regis 其实是第7000间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酒店集团 有30多个品牌 即是不同的酒店名字 这个Saint Regis 的特色就是两边窗 即是270度 90度 90度 两个窗 刚才说 马来西亚的夜景 就不是大家期望 像香港那样 很多高楼大厦 不是这样的 都会是平房为主 最多高楼大厦的地方 就应该是 KLCC 即是双子塔 以及现在一个新的Development TRX 那边就会有很多高楼大厦 还有很多吊鼻 因为很多东西正在建 好了 这个就是房子 首先是 Super King Size 一定是 亦都是 非常亲切 一定会welcome客人 然后呢 在房间的对面 就是 换衣房 这个换衣房 是很大的 分开 分成两边 一边 就是摆衣服的 另外一边 就是摆行李 而中间就是 化妆桌 那 那 房间还未完 还有洗手间 不过 在看洗手间之前 这个 就是 珍贵的地方 就是有个私人的massage room 是很开心的 虽然呢 有个私人的massage room 是很开心的 但是呢 其实我自己 都是走来走去的 那些人 就很少说 会可以享受到 个 massage 床 叫个 spa 叫人上来 massage 那我就会很少做到 这件事了 所以都是浪费的 只有摆字 然后呢 这个就是洗手间 St. Regis 酒店的 一个特色 就是他很喜欢浴缸 对着窗 就像这个 如果浴缸对着窗 那你洗澡 就会被人看完 那当然 就有个blind 可以下来 而 我想其实也不会很多人 去酒店 就是去另一道旅游的时候 就会探浴缸 就是我自己就不会了 那如果是shower 它就会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里呢 其实你洗澡的时候 是浴缸会湿透 但是呢 这里实在太大了 那所以呢 其实它甚至把毛巾 放在里面 把电视遥控 放在里面 其实你洗完澡 也是不会湿透的 那如果你真的洗澡的时候 就应该下了blind 那这一边呢 就当然是那个厕所了 那厕所呢 那厕所呢 有两个洗手盆呢 我觉得是重要的 那厕所呢 其实有时候 你去旅行的时候 两个人 你当然是想 不用等 等他去洗面 所以两个浴缸是 开心的 这个就是厕所了 那厕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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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 人见人爱 车见车在 看到你自己打开 那厕所的厕所了 你只要站在它前面 它就会自动打开 那厕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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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 得一个人 那厕所 那厕所呢 那厕所呢 這厕所呢 那厕所呢 那厕所呢 其实呢 那厕所呢 也不是自己 Dawn厕所呢 那厕所呢 所以呢 那厕所曊 那厕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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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感到 好 那厕所 pand Messaires 早安 今早可以和大家看看窗外的景色 這就是外面的景色 其實也挺… 挺好環境的 我都沒住過這邊 綠色這棟是什麼 很像一間學校 又很像… 我覺得很像學校 我待會問一下 馬來西亞是比較多平房的 很少高樓大廈 除了新發展的幾區 去到像這邊 就會更多高樓大廈 現在我住在這邊 其實也不是很密集 很多的酒店、商場 不是的 最多、最密集的地方 就是應該新發展的新三角 這裏人說的新三角 就是Pavilion 就是最大的商場 KLCC 就是雙子塔 以及新發展的TRX 就是最新的 類似香港的IFC、ICC 一些Developments 在那個位置就是一個新三角 首先我最重要的是 搞搞我一杯咖啡 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不相信這個 酒店房裡的電水煲 但我又是一個要喝暖水的人 所以這個水煲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有時去一些地方 如果我行李慧鬆動 我連這個電水煲都會帶 但這次就沒有了 這些電水煲 經常都有些很恐怖的傳聞 大家都會聽過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用來煲什麼 就是用來洗底褲 我覺得也未必做得不錯 就是什麼都做得出來 在一個電梯噴口水都做得出來的人 人類有時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譬如用這些水煲 我會首先在這裡 用水喉水煲 好滾好滾的水 那一陣子就是純粹用來洗鍋 之後再煲水的話 就會盡量用酒店提供的蒸餾水 今早沖咖啡的時候 其實咖啡後面裝水的位置 都最好用熱水浪浪 之後就沖咖啡了 我這次因為有點趕時間 所以我就決定 把它沖到自己的杯裡 然後就帶出街了